奶酪猪肉排的做法步骤 1.猪肉洗干净后,切成一厘米厚的大片 加盐,白胡椒粉腌制10分钟 2.红蹄洗干净后切成两半,去紫 3.平底锅,放入黄油 4.化开后放入腌制好的肉排 小火煎2分钟 5.翻面再煎2分钟 6.倒入准备好的红蹄 中火翻炒1分钟 7.最后再把奶酪块放在肉排上 盖上盖子中小火煨2分钟即可 8.最后就是出锅了 刚好买了草莓 顺便切了一个摆上去 还是第一次用新相机正经低拍 啪啪的比较多 稀稀,显摆下 使用的储蓄炒锅